吉安湘海岸路16号凌晨发生一起自撞死亡车祸 40岁的陈兴男子他驾驶着濒丽豪车 以致车速过快失控 撞上路旁铁皮屋号制登桿还有桥墩 强烈撞击导致驾驶当场喷飞 紧销到场的时候他已经明显死亡了 而警方裁证的时候还发现了有毒品海洛因 详细肇事原因有待调查理清 车辆高速经过一连撞上路边好几辆车 高速摩擦地面发出火花 但车没停 继续高速往前开3.6公里的距离 他只开了两分钟 接着撞上路边桥墩 驾驶座车门被削掉 驾驶喷飞坠落浚沟 身体被自己的兵力压死 接过消息家属也随即赶往现场 但等搜救人员拖出来的时候 人已经明显死亡 驾驶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终于把患者顺利脱困 然后送医 目前患者的生命迹象带路 那目前初步是没有生命迹象 驾驶1300多万的兵力几乎全毁 车上发现驾驶的名片以及证件 年约40岁的死者 不仅是前世子会长 更是花莲当地喷杀工程负责人 16号凌晨 黑色兵力沿着台11线南下车道 疑似转弯时车速过快 撞毁路边的铁皮屋 路边招牌 盆栽 汽机车 才又撞上路边桥墩 整辆车飞落桥下 警方也在车上发现毒瓶海洛因 车过现场一片凌乱 一地零件碎片驾驶到院前已经死亡 不过调查发现兵力非死者的 而是跟朋友借的 是因为酒驾还是独驾 都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记者终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